有喔!有喔!有喔! 有喔!有喔! 有這個顏色的魚 字幕時節 阿小是甚麼咋?歡迎回網到頻道 有沒有看到這裡? 沒錯!開水溝系列又來了 然後這邊呢我看應該是屬於家庭後的一個排水溝啦 所以說這個水應該是不會太乾淨 這邊的環境我介紹一下大概就是2公尺到3公尺寬而已 然後時不時的可以看到有些垃圾飄過來 那我剛剛稍微觀察一下這邊的雨呢 沒意外啦有蠻多的垃圾雨 還有無鍋雨 還有一些是紅紅的喔 那種魚看起來可能像是從水族館跑出來的那種 不過我也不意外這裡畢竟是家裡後面嘛 可能有些人不想養魚就直接往這邊丟了 所以說這裡魚種那麼雜的話我打算用這個 這個是萬香鵝 那我已經先稍微把它調好了 濕度的話就差不多揉到一個球這樣子 像黏土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再來介紹一下我的裝備 我的裝備呢這是一把蝦桿 五尺而已 因為這邊場地真的不大 所以用這個應該是剛剛好啦 再來吊阻配置上非常簡單 這是一個非常便宜的浮標加上浮標座 再來呢這邊是一個標籤 最後呢是一個0.1號的管復構 欸不是1號的管復構 好那整個線組我就只有用2號的碳纖線 這樣子來吊 那我覺得這邊的吊阻應該就簡單就好 不用說太複雜太講究 至於搖礦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被帶著跑 這到底有沒有呢 我現在要等到它的 我浮標下去兩目之後 我在羊肝 因為感覺都是一些小魚喔 在那邊走來走去而已 這個真的是咬的不乾脆 有 有 中 嘿 嘿 嘿 這不鯨魚嗎 鏡頭側測一下 竟然是一隻鯨魚 哇 沒想到這種小水溝裡面有這種鯨魚 出乎我的意料 哇靠 這應該是土鯨吧 沒錯的話 沒記錯的話 哇 我先把它放回去吧 我一直以為土鯨是要去那種管理池 或是一些比較 比較野的池塘才找得到 想不到這種水溝裡面也會有 好 我現在拿來一個網子 既然這邊有一隻鯨魚 我覺得可能會有成群的鯨魚躲在這邊 所以 來一個網子看看 可以釣幾隻喔 現在等它沈下去兩目 現在等它沈下去兩目 現在 等它沈下去兩目 稍微 稍微 好可以了 中魚 又是一隻鯨魚 這裡真的有鯨魚群耶 有沒有看到 好可愛喔 鯨魚真的超可愛的 哇 原來這裡也可以跳到鯨魚 讓我滿心訝的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網子裡面 看等一下大概半個小時可以釣個幾隻 就是這樣子 又是一隻鯨魚 又是一隻鯨魚 他們真是成群結隊的耶 又是一隻鯨魚 然後左勾位置非常漂亮 剛好打到它上存的地方 給鏡頭看一下 可愛的小鯨魚 這個這個 這個 再等一下 發現這個訊號不能超之過急啊 有了 又是一隻可愛的小鯨魚 這是今天第四隻了吧 好像可以拉囉 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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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訊號 可以 哎呀 沒東西 太急了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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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嘿 有這個顏色的魚耶 哇靠 這應該還是鯨魚吧 來來來 這個 這個 這個西齊了 這個西齊了 這個顏色的耶 這很漂亮耶 超漂亮的 這種水溝真的是 驚喜蠻多的喔 我剛剛其實就看到它這邊有了 沒想到它真的會咬 哦 哦 嘿 中 哦 啊 總算有無鍋魚 我還想說怎麼都配無鍋魚 對嘛 水溝裡要無鍋魚才是正常的事情啊 呦 在啄了 中 哇 又是鯨魚 又是鯨魚 鯨魚真的很多耶 特鞋嗎 有特鞋到嗎 再大 再交距再長一點 最大 喔喔喔 有有有 有 無鍋魚 無鍋魚凶 無鍋魚一隻 我剛剛釣下來我發現說 鯨魚跟無鍋魚的訊號不太一樣 鯨魚的話它如果咬耳喔 它的訊號非常密集 然後會走線 但是無鍋魚的話是 它的這兩幕會直接下去 所以說 如果要判斷我們等一下釣的魚是鯨魚還是 但是無鍋魚的話 其實用訊號判斷就還蠻明顯的 再走囉 再走囉 這訊號很奇怪 它是逆著水流那樣走的 來來我開箱一下 等一下這個是 摳軸啊對不對 摳軸啊 竟然這邊有摳軸啊 摳軸啊 哇 哇下去了 好我們現在換一下點 因為現在 上面 太陽有點太大了 然後我覺得這邊的魚好像都被我嚇跑了 再來是我看到前面有蠻多魚在那邊翻來翻去的 我覺得魚群可能都在那邊 我們就往前走吧 好我們到了 然後這邊 我看到一下水汁越來越髒 我看到這邊還有兩個麥香奶茶 哇 等一下我們把它撿起來 我想可能是因為 越來越接近家裡後面 然後可能 那些廢水都往裡面這邊拍了 好 走 好 看 這次長得超肥的 超肥的 超肥的啊 好 等一下 這個怎麼長這樣子啊 這次長 超奇怪 哇靠 這什麼 看他肚子跟棒球一樣 看他肚子 肚子跟棒球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超可愛的啊 這真的超可愛的 這真的超可愛的 好像大人家一樣 這跟 鯨魚其實 還蠻像的 雖然說鯨魚就是鯨魚的一個分支啊 真酷 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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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鯨魚 又是不是鯨魚 來來來 啊 又是鯨魚 很漂亮 好 我又知道那個觸水口那邊一定有火 然後剛剛可以看到那邊其實 浮了一群魚在那邊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要稍微的安靜下來 那些魚自然而然就會靠這邊鋸過來 有有有有有 紅色的鯨魚 紅色的鯨魚 又是一個美麗的小可愛啊 超可愛的 可是我看牠身上有一些魚獅耶 哇 這魚獅應該是不會對牠造成什麼威脅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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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照 鯨魚好像沒什麼拉力 就沖一隻鯨魚肉 來 起來 哇 又是一隻 這隻還蠻大的耶 跟我說好像差不多大 哇 好漂亮喔 這真的是鯨魚梅姿的個體差異都蠻大的喔 哇 好方圓 好啦 結尾的時間 我阿嬤就叫我回去吃飯了 這邊 再帶他去 應該要被我阿嬤打 再來 再來 好 看一下今天的收穫 怎麼好像有點少呢 這是今天的收穫 就這些一小些的魚阿 釣鯨魚真的是蠻有驚喜的 而且 而且讓我蠻意外的是 今天沒什麼無果魚喔 只有兩隻而已 剩下的都是鯨魚 而且你看 每一隻都長得不一樣 每一隻都長不一樣 這隻 超胖 然後這一隻 超瘦 這隻 超瘦 看這兩個怎麼差那麼多阿 一個胖虎一個大熊 差很多 個體差異真的很大 還有這個紅色的 哇 真的是每一隻都長不一樣 真的是每一隻都長不一樣 剩下這兩隻無過魚就 不予置評阿 還有這些 還有這些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輕鬆小調一下 還蠻好玩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Omega 我們下次再見啦